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你直接在Google上面搜寻 1111还有ChatGPT 把这两个关键字放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课程资讯了 而各位在参加完讲座之后 如果你还意犹未尽 想要复习的话 同样的请搜寻 1111加上ChatGPT 到刚才我们介绍的 生成式AI创新学院的网页上面 我们会放上各个场次的影像记录 和重点精华 欢迎大家再三的回味 好的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今天晚上的重头戏 我们请到的重量级讲师 对就是画面上这一位 欢迎台大资工系的副教授 陈运龙老师 嗨大家好 老师晚安 我们只看到老师的照片 可能会以为是 哇 哪一位女明星来到我们的讲座了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 今天这场报名超踊跃 人数狂飙的原因 但其实大家只要认识老师的人 你就会知道 老师的魅力其实是来自于 他真材实料的专业本领 老师在美国深造电脑科学之后 曾经获得微软千万年薪的offer 这不一点都不夸张 不过老师出于对于教育 还有分享的热爱 还有台湾这块土地的深厚感情 所以最后决定放弃千万的年薪 回到台湾到母校台大来教书 如果你想要更完整了解 随同老师的故事的话 除了跟老师 我们今天做一些提问之外 欢迎上科技岛来搜寻老师的名字 陈韵农 不管是podcast的节目或者是文章 我们都曾经非常深入的介绍 老师完整的精彩故事 欢迎大家来一起分享 而老师的专业强项就是在NLP 也就是自然语言处理 Nature Language Processing 而这个正是风靡全球的 ChatGPT的核心技术 那么稍后我们就会请陈韵农老师 来帮我们介绍ChatGPT的前世精神了 不过在正式进入课程之前 我们先来说明几个课堂规则 首先虽然我们这个讲座 是在线上执行 但还是可以让老师 很真实地去感受到 大家的热情和温暖 好不好 所以请大家 Google Meet 有现在表情符号的功能 请大家充分地运用 我在我Tune的时候 请大家用爱心 用鼓掌或者是站来给老师洗板 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 来请大家这个掌声给我洗起来 好非常好非常好 你看画面上有人拉了拉炮 有没有老师你有感受到这个 有有有很热情 现在哦 已经超过200名的线上的朋友 已经准备听老师的课 那我这边话就不要再多说了 我还是把这个规则先讲完 大家放心 我们这个用表情符号洗板 我们按钮是没有抖内的功能的 所以不用担心按下去你的荷包会痛 那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功能就是在留言区 会有小帮手来张贴补充的资讯 请大家边听边留意 其中一个重要讯息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会用线上提问的方式来进行 那小帮手分享其中一个连结 就是线上提问的 我们看一下 现在画面上这个QR Code也是提问的连结 你扫了之后就可以进到我们的slido网站 关于今天课程有任何问题 我们知道大家可能都很想请教美女教授 那扫这个QR Code我们就可以上线来提问 为了讲座顺畅 所以我们用这个线上提问方式 那请记得你提问完之后 也可以看看其他人问了什么问题 如果别人提的问题刚好也是你想知道的 你可以在他的问题上面按个赞 把问题给顶上去 因为我们在课程后半的QA阶段 我们会是时间实际上进行的状况 优先讨论按赞数最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请大家看到你觉得认同的问题 把它顶上去 好那刚刚讲到留言区跟QR Code 请大家赶快把它扫起来 等一下提问就可以用了 好我们赶快把时间就交给陈云龙老师 老师有请 各位大家好 那很感动现在晚上的时间 既然还有那么多人愿意来 了解这个AI的技术 那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发言 询问问题 对 那也希望大家从今天的 嗯 Talk之后呢 会对于ChatGPT的技术 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然后知道它擅长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而且它也有很多 还未成熟或 还需要再解决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就 好 从第一个 第一个投影片呢 我想要用一个AI生成的图片 来当成开场 这个是我用 Me Journey产生的AI生成的图片 当时我输入的文字内容是这样子的 我是输入一个CuteGirl 然后她带着 嗯Rabbit Hat 因为今年是兔年嘛 我想说要有点应景 然后呢 她是正在working的同时呢 也正在跟AI做communication 那我觉得这里 生出来的这张图呢 非常符合我对未来 大家生活啊 或工作上面的想象 就是我们在工作的同时 我们也需要利用这些AI的工具 来帮助我们可以更有效率 花更少的时间 完成更好的成果 所以大致上可以从这样子的过程中 去换发想书 我们希望未来的这些AI跟这些机器 扮演着我们生活中的什么角色 当然大家可能会很担心说 它会不会取代人类 其实我在这边可以先预告一下 我认为其实不会的 因为AI发明出来 它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帮助人类 我们应该要释放大家的工时 让大家可以在比较短的工时上面 可以做到更好的成果 这其实才是AI的目的 所以它变成是它是一个工具 人只要能够善用这些工具 其实是可以让你的工作事半功倍 那在开始在讲ChatGBT的技术内容之前呢 需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机器学习 因为如果大家不了解机器学习的话 后面可能就很难理解说 它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怎么训练出来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先背景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机器学习 大家听到机器学习这个词呢 可能会以为是机器自然而然 就有些想法 然后就做了一些它想学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不太像是这样子 机器学习其实我们人需要很明确的定说 现在这个机器你要学什么东西 然后在这个目标上面 让它进行学习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对于人来讲 判断一个人写的评论 它是正面评价还是负面评价 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举例来说 如果我现在要买一个产品 我是不是会上网去搜寻一下这个产品 大家有没有什么评论 有没有就是是不是有雷 是不是有问题 那或者是大家好评很多 到底是觉得哪边好 我们人其实是可以根据一段内容 然后去判断它是正品还负品 可是实际上我跟问你你是怎么做这个判断的 你可能也很难讲出一个很完整的规则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没有办法讲出很完整的规则 我们就很难直接的写出很多条件是 让机器做到 看到这个评论 他就可以判断它是正品还负品 所以说机器学习 他做的事情很简单 他就是我们把大量的评论的资料放进去 并且告诉他说 这个评论 人感觉起来 他是正还是负 所以这就像是 把这些资料 有输入跟输出 我直接输入 输进这一个模型里面 让模型自己去学 怎么从输入变成输出 输入就是我们的文字评论 输出就是 人感觉到他是正品还是负品 所以说 这其实跟大家过去 有一些数学题目非常的像 这数学题目就像是你有一个function fx 那你不知道这个function长什么样子 但是x等于1的时候 我会跟你讲fx等于1 这时候你可能就会猜 那这个functionfx会不会等于x呢 那如果我再告诉你另外一组资料 x等于2的时候fx等于4 这时候你想说 那fx好像不是x 应该可能是x平方 对不对 接着我又 如果你又看到 当x等于3的时候 fx等于9 这时候你就更确定 这个fx可能是x平方了 这样子的过程呢 其实就是机器学习的过程 机器学习它的精神就是 我们要给很多的输入跟输出 也就是这个function的x跟function的fx 接着让机器自己去找 我们到底要怎么把x变成fx 去找这个func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有很多AI相关的应用 其实都可以把它想成是 找function 找一个函式这样子的过程 比如说语音辨识 我们就是从语音的讯号是x 变成是文字的内容 是fx 那如果是手写字辨识的话 我们的x就是文图片的画面 输出就是这对应的这个数字嘛 那如果是 天气预报 我们可以根据过去的天气当成x 未来的天气当成fx 如果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函式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根据过去的天气 预测未来的天气 甚至用AI来玩游戏 都可以用找function的方式来做 我们就是透过大量x x是什么 你看到的荧幕画面 我们的fx是什么 你看到荧幕画面之后 你会怎么操作摇杆 只要把这个资讯收集起来 大量的资料放进去 我就可以让机器学习怎么透过荧幕画面去操控摇杆 并且玩到很好的游戏 所以这就是基本上机器学习的概念 机器学习是一个可以达成AI技术的一个方法 那现在大家常常会把AI跟机器学习这两个词汇混用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是现在最热门大家提到的AI 其实就是用机器学习这样子的方式而做出来的AI 也就是machine learning based AI 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正题 不过在进入正题之前呢 要先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因为大家其实会想要来上这课 我觉得非常的好嘛 因为大家是有一个终身学习的 我希望大家是有一个终身学习的motivation 但你可能也会担心说 欸我们原本的技术是不是要被取代了 是不是我必须要努力 学习才不会被AI所取代 那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学习上面的金字塔 其实在过去大家在学生时代 你的学习或你的考试内容 其实大部分都停留在这个最底层 就是remembering 也就是说有一些资讯 有一些词汇 我们要记得它的定义 因为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又不能open book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记得 然后考试的时候可能就会考嘛 那有一些稍微比较深入一点的话 我们需要到理解 不过你知道在出了社会之后 或者是当 你大学之后 你的很多东西都已经可以open book 所以你把那些内容词汇定义记起来 这件事情这个技能 相较之下好像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这个词汇的定义 我直接用搜寻情不就查到了吗 我其实更需要的技能反而是 我能够搜寻情查出来了很多文章之后 我要怎么去快速理解这些文章 组织这些文章 把里面的资讯吸收 其实才是有了搜寻引擎之后的世代 我们需要的技能嘛 那我会觉得搜寻情是一个蛮跨世纪的一个工具 那现在ChatGPT它又变成下一个世代的工具 变成是大家的能力 原本是搜寻情的情况停留在 可能是apply或是analysis 但现在某种程度上ChatGPT出现 你的能力就要再往上提升到 可以去做evaluation 那我们待会会看到什么叫做evaluation 那为什么ChatGPT会push你的能力 必须要到更high level一点 我们先看搜寻情是怎么做的 搜寻情它的实用的地方是 当我们有一个资讯我们想要查找 我们就搜寻它 那我们的假设是会有一个网上的一篇文章 它包含了我们想要查找的资讯 所以就很像是我们去图书馆找书 我们期待我们想找的这个资讯 会被某一本书里面包含到 所以呢比如说我们想知道什么是ChatGPT 那我们就用搜寻情搜寻 这时候它就会搜出维基百科 维基百科里面它其实就有介绍说 ChatGPT是什么 它的技术是什么 它是由哪一间公司所开发的 然后造成什么样子的后续的发展 等等 然后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 新闻啊文章等等 你可以根据你的搜寻结果 然后再去做一些组织跟同主 那搜寻情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大家应该也都非常的熟悉 可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经验 有的时候你其实不知道你要搜什么东西 你有某个目标想搜 可是你不知道什么下关键字 这个情况不知道在有没有发生过 举例来说好了 现在呢大家因为ChatGPT非常的红嘛 所以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希望我去开跟ChatGPT相关的课程 这时候它可能想要我里面cover到的内容 可能是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产业改变啊等等 那我就把这些内容放进我的搜寻情去搜寻 这时候搜出来的的确还是一些跟ChatGPT相关的新闻啊文章 或是介绍 但是它被我阅读之后 只能给我一些素材 让我去思考我到底怎么规划我的课程 怎么去规划课程这件事情 我还是要完全自己来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实际上我想要搜寻的这个目标的内容 其实并不存在一个文章或是多个文章 它包含了我想要搜寻的这个内容 因为现在可能根本没有ChatGPT产业改变的课程 所以我根本就搜不到 所以像这种情况 它反而不太适合用搜寻情来处理 它适合的情况是 我如果问ChatGPT 我今天要进行一个关于它改变产业的演讲 给没有AI背景的听众 请帮我安排这个演讲大纲 这就是它伸出来给我的 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还蛮 蛮不错的 它一开始知道要先介绍一下AI跟ChatGPT 还有就说一下它在产业中的应用啊 那有的时候我可能可以再follow up 比如说我会问它说 用在翻译情况有没有什么例子 那有没有什么公司 它是现在真的有用这样子的技术等等 然后去refine 我现在它生出来的这个大纲 它只是给我大纲的最基本的草稿 我可以再追问 我可以再根据我的知识去做调整 所以这种状况呢 反而很适合用ChatGPT来回 因为它 我会觉得它比较适合用在brainstorming 情况就是我想要查找的这个内容 它没有一个直接的document 包含我想要查找的这个目标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用搜寻情去搜寻 但是这边它提供用ChatGPT 它等于是提供了我一个基本的草稿 有一些素材 让我有一些想法 我就可以比较知道 我要怎么进行后续的微调 然后我要做什么资讯的查找 才可以帮助我把这个大纲 跟这个课程内容编制得更完整 那有了这个概念之后 你就会发现回到刚刚这张图 变成是原本我们过去 其实都大家会觉得写出这一个文章 或者的重组 然后把内容写出来的能力很重要 可是当有了ChatGPT之后 把它写出来这件事情相较之下 AI好像就可以帮忙很多 我们人就变成是我们要知道 他给我的资讯 O不OK使用 里面哪些资讯是相关的 哪些资讯可能是有误的 我要怎么适当的追问 所以我要能够分析 我现在问的这个问题 要怎么剖析成小问题去问ChatGPT 以及ChatGPT回来的资讯 我要怎么组织跟怎么重组 怎么删除不OK的资讯 跟怎么适当追问 这是下一个世代 就是现在有这个工具出现后 大家其实应该要具备的技能 所以我们的能力就某种程度上 有点像是提升 写出文章让它通顺这件事情 反而变得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AI写的可能比我们更通顺更好 接着我们就要进入重头戏 所以就是ChatGPT到底是什么 ChatGPT它的前面四个字Chat 所以是聊天 所以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跟聊天相关的模型 那GPT是什么 GPT它是三个字的缩写 它是generative,retrend,transformer generative是生成式的意思 生成式它的意思就是 它是一个字一个字生出来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玩过的话 如果没玩过 赶快去注册一下账号来玩玩看 因为不用钱 它的回应 你问它问题之后 它的回应是一个一个打出来的 它其实不是模拟人打字的感觉 是它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这样生出来的 那pretrend是什么呢 pretrend它就是预先做了训练 训练它其实就是 刚刚我们前面才提到的 machine learning的过程 machine learning 我要给它很多x跟fx 然后去训练我们的模型嘛 然后它可以从x找出怎么对应的fx 所以这个就是训练的过程 它做了一些预先的训练 第三个词呢是transformer 它叫做 它其实就是一个专有名字 一个模型的名字 它是一个google推出的 它其实就是变形金刚的这个transformer 那你就把它想成它就是一个名字而已 在2018年其实已经五年前了 OpenAI是第一次推出这个GPT 这个GPT是做了什么事情呢 首先它把网路上可以抓到的 7000本书籍找下来 里面的书籍是不是书籍里面就会有非常多的文具 这些文具我们以一句话为例 它就比如说里面有一句话是 Vivian goes to make tasty tea 这个六个字的一个句子 它就用这些文字这些句子 做了一些训练 做了什么训练呢 首先我们要准备我们的模型嘛 接着呢我们的训练过程是什么 训练过程是不是我要给它x跟fx 然后很多x跟fx的资料 然后丢进去就做机器学习嘛 那资料怎么产生呢 我们就先看哦 现在我们有一个六个字的句子 我们就产生第一笔资料是什么 第一笔资料就是 你看到的输入是 Beginning of sentence 就是句子开始之前 看到句子开始之前的这个字 你要输出什么 你要输出的fx就是Vivian 因为第一个字是Vivian嘛 第二笔资料是 看到Vivian之后 你要输出goes 第三笔资料是 看到Vivian goes 你要输出to 接着看到Vivian goes to 你要输出make 以此类推 所以如果你有六个字的句子 你就可以用这个句子 产生七笔资料 也就是七笔x跟fx 然后直接放进去机器 让他去学习怎么做文字接笼 所以他就是一个非常会接笼的模型 那非常会接笼有什么好的呢 你可以想象 如果说资料里面 Vivian常常就是做很多厨房相关的事 他可能make tea啊 make cookie啊 make cake 所以当你前面接Vivian goes to make 然后让他去做接笼 他就比较有可能接出 tea啊 cookie啊 cake之类的词汇嘛 所以说 当你看了越多的内容之后 你就更知道 一般人写文章的时候 是怎么样才能通顺 他就是一个非常会接笼的模型 但是他看了非常多文章 所以他可以接得很好 接得很通顺 接得非常流畅 在隔年2019年 OpenAI出了第二代的GPT 第二代的GPT跟第一代有什么不同呢 他的概念其实都一模一样 他就是做接笼 只是第一代的GPT 他虽然可以接下去 可是还没有办法真的 接出一整篇内容 就可能一整篇内容就会 看不太懂 或者是一直有一些词汇 所以就开始重复了开始卡池 所以第二代呢 他就用了比较多的资料去训练 而且他觉得如果我用书籍去训练 可能内容有点太文组组了 好像应该要用比较平易近人的对话内容 所以他把美国的这个Reddit论坛的资料爬下来 用这个资料去训练 你看到这边的资料量已经比第一代多了非常多 第一代是才5G 第二代就是光文字 其实就已经有40G了 所以很多 他发现呢 第二代的GPT 他的文字生成的能力大大的提升 这边有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很简单 他就是把一篇有点像作文 这个作文是在讲 就是穿着的类型 第一个穿着是typical 这样 然后他就 这个作文就输到一半 然后就让他 帮他写完 那右边是 GPT2 产生出来的 作文的后半段 然后他就会接 outfit2是casual jacket outfit3是dress 非常合理 然后里面的内容也还蛮通顺的 还不错 但是如果模型比较小的话 你的这个 虽然他知道要outfit2跟outfit3 可是你看他这个是high end 然后又highlight 觉得有点怪怪的 然后里面内容是有点没有到那么通顺 所以他发现说 好像我用了越多资料做训练 他接得越好 他产生出来的句子 越通顺越流畅越合理 于是 大家也可以想到 隔年2020年 他就推出了第三代GPT3 这次他用的资料就多超多 45T 全部都是文字资料哦 他多了一个 这个叫做common crowd 他就是在网路上 你可以爬到的所有的web data 全部爬下来 为期超过8年之多 所以其实非常非常多 他在GPT3所用的资料里面就赚了差不多有60% 数量有410 billion的词汇的量 非常的多 所以拿了这么多的资料下去训练 suppose他就非常的会接嘛 因为可能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真人 可以跟他一样读过那么多书 他就是一个读过超级多书的一个AI 非常的会接龙 那他很会接龙 就好像没有很好用啊 所以他可以写一些文章 但有什么用呢 我们只要把任何任务 文字自然语言处理相关的任务 你只要可以把这个任务 变成是接龙的形式 你就可以叫他帮你接 举例来说你希望他做个翻译 这时候你就跟他讲说 translate into English to French cheese 然后箭头 让他接下去 这是不是很有可能 如果他非常厉害的话 他其实就会接出cheese的法文嘛 因为他觉得降接蛮通顺的 这个概念呢叫做pronting 就大家最近如果有follow去HGBT的话 应该常听到这个词 他的中文叫做提示 也就是我要提示这个模型 让他知道要产生什么内容 才可以符合我的需求 所以如果我想要翻译的话 我就要产生跟翻译相关的这些输入 让他知道 让提示他让他知道 我要做翻译 你应该要输出一个法文的东西接下去 那如果他这样子 可能还没有被你提示的很好 没关系 我们可以给他一些例子 多提示他一点 让他更知道我现在想要他干嘛 这跟真人很像 如果我们在给你一个新任务的时候 没有给你一个例子 你可能就还不太知道要干嘛 如果给了你一个例子 C alter会变成这个词 他可能就知道 反正就是后面就是会接一个法文的东西嘛 你就比较知道这个任务要做什么 当然如果我们给他越多的例子 他的效果就有可能越好 所以说GPT3他就已经有非常强的 有点像是语言理解的能力 你只要把任何文字处理的任务 变成是接龙 他都可以在不用太多的训练资料的情况下 因为训练资料可能就是 你给他几个demo 就是几笔训练资料 可以在少少的训练资料下面 做到还不错的效果 非常的厉害 因为他就是已经非常非常会接了 他已经看过网络上那么多的资料 读了那么多书 所以我们也要判断一下 虽然他理解能力很强了 可是他的生成能力到底够不够好呢 GPT3算是第一个 GPT2已经还不错 但还比不上真人 但是GPT3基本上他已经有跟真人 可以相匹配的生成能力了 这里他做了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很有趣 他找一个真人human来 然后问这个真人说 现在你看一个这个文章 这个文章有可能是全部有AI生成的 或者是直接往上爬下来是人写的 好让这个真人来判断 到底是不是AI生成的 所以如果你乱猜的话 正确率是大概50% 所以我们的Y轴就是正确率 可以看到这条虚线就是50% 那我们的X轴是什么呢 X轴是模型的大小 也就是当我们的模型比较小的时候 我AI生成出来的还不够好 所以对于人来讲 你大概70%可以判断出来 他到底是不是AI生成的 但是当你的模型越来越大的时候 人判断力可能就跟乱猜是差不多了 代表说人已经判断不出来 这是真人写的还是AI写的 代表AI生成文字的能力 已经到达跟人差不多的level 如果大家玩过ChairGPT的话 你应该就很容易被说服说 他现在的能力甚至是比真人还强 因为他写的比你还流畅 尤其是英文 他一定比我们都跑非常的多 所以现在我们在很多情况下 是可以利用他这个工具来帮助我们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代 其实大概在上个礼拜吧 第四代有出了 但是OpenAI他完全没有告诉你 任何关于第四代的细节 他只有告诉你他的效果 比第三代好多少 但他没有说他多大 他用了多少资料 所以我没有办法把他的资料放在这边 让大家参考比较一下 但我们相信他应该模型蛮大的 然后训练资料也非常的多啦 那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三个不同的地方 最主要刚刚有看到 第一个不同的地方是我们训练资料量不同 第三代就已经花了45T的资料 文字资料哦 那这个的资料量其实意义上就是 我们需要提供给模型有多少比x跟fx 所以资料越多的话 我就是提供他越多个x跟fx 对吧 接着第二个不同的地方是参数量 参数量是什么意思呢 参数量其实他的意思就是 我要找的这一个function 这个函式它的复杂程度 举例来说如果现在你要找一个function 我跟你讲这个function是二次方以内 那他是不是你只需要看他一次方 他二次方的这些系数 你可能就可以把这个function 东西存下来了 但是如果告诉你说 现在这个function是可以十次方 这时候你要存的这些系数啊 这些资料是不是就变得很多 所以说当你允许越多的参数 也就是这个模型越大的时候 你这个function的复杂度是越高的 那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当资料越多的时候 我要用比较多的脑容量 才有可能把这些东西记得嘛 所以当然资料越多 我的模型size也要一起成长 不过它的成长的关系是什么 是现在很多系列在探讨的 比如说会不会 我们用到175billion的参数 有点太浪费了 说不定十分之一就可以学得不错了 所以近期meta也有出一篇论文 然后他是clan说他们出了一个 也是开放了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大概是GP3的十分之一 然后他用了一样多的资料 然后他是说他的效果 其实跟GP3是不相上下 甚至还更好 所以说不定 其实不需要到那么大的模型 就可以学得不错 那现在大家已经有了这个GPT的概念 那大家就会想说 好像只要我可以 把我的任务变成是输入 然后去问GP3 好像就可以完成了 为什么还需要ChatGPT呢 ChatGPT到底有什么不同 当然你现在所有跟ChatGPT说的内容 全部都可以对GPT来讲 他也suppose应该要可以成功的接下去 回应你的问题 可是原本的GP3 在很多情况下 但不是大部分 可能有一些情况下 他没有办法 很好地回答大家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就是接龙嘛 那如果我们建制一个AI 我们其实希望这个AI的工具 可以满足一些目标 比如说第一点 我们希望它是对人有帮助的 它是一个工具 它是一个助理 它是可以协助人类的 我们待会会看什么叫做没有帮助 第二个H 这是三H的一个原则 第二个H是我们希望它 不要捏造讯息 不要误导使用者 当然现在大家应该会发现 这个情况还没有办法完美地被解决 这是大家目前要努力的方向 它现在还是有可能产生一些错误的资讯 第三个是 我们希望它是比较有伤害性的 举例来说 我现在问他 现在某这支股票暴涨很多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全部增加 他全部压下去 然后问他 这时候他的回答就很危险嘛 你不能乱回答 不然就有可能害人家破产 可能就忧郁就自杀了 所以我们希望在某些情况 他应该要适时的不回应 或关枪的回应比较好 但是他现在只是一个接龙的模型 他就只会接下去 他怎么知道你希望他helpful 希望他honest 希望他homeless 他不知道嘛 那我们先看 什么情况叫做 不helpful 比如说这个呢 是 这个是我输入进去 你如果问GP3 我问他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解释这个登陆月球 给六岁小朋友听 expand the moon landing to a six-year-old in a few sentences 这时候他回什么 他就接龙嘛 他就接 oh expand the theory of gravity to a six-year-old 他开始照样照句 虽然你不能说这个接的很不对 他也不算是不对 但是他显然没有回答到我们想要的问题嘛 我们希望他的回答是什么 我们希望他的回答是真的用几个句子来描述登陆月球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想要的跟他现在GP3的回应是有落差的 第二个honest 现在的这些模型 他训练在大量的文章中会有一个状况叫做hallucination 这个词呢 其实还蛮少见的 至少在这个 至少在这些学术论文之前 我其实之前没见过这个词 他的中文叫做幻想 对 他没有很 没有很常见 不过现在因为 AI幻想的严重非常的 非常的 常见 所以大家就会越来越常看到这个词汇 他有一个 很 很常会出现的幻想机制 有一种是 比如说 我现在叫他提到这个hotel 然后呢 要提到这个hotel是在 中价位哦 然后帮我把这一句话通顺的输出来 好 他可能就output the hotel name Pickwick Hotel is in a high price range 诶 啊我不是叫他要中价位吗 他现在怎么输出的是高价位 这边有资讯是错掉的吗 因为有可能他 过去的这些训练资料 他比较常看到高价位的 所以他觉得接 high price range可能比较顺 他就赞然讲接了 那这种呢就叫做 intrinsic的幻想 不过这种状况呢 相较之下 还有可能可以处理掉 因为我们就确认说 我这个机器 他的输出 有没有跟我们的输入 有一些矛盾的地方 我们就有可能抓到 然后再做修改就对了嘛 但是 第二种幻想叫做 extrinsic的 简而言之 我们 我把它称作为脑补 也就是 他的这个hotel名称没错 他的中价位也没错 但他多脑补了一个资讯说 他在Santiago 好 他为什么会这样脑补 有可能他真的从过去的 这些接龙的资料里面 学习到 这个hotel很长 会出现located in San Diego 所以他自然而然 看到这个hotel名称 他就接 in San Diego 那如果这个资讯是正确的话 他是有很多好处的 最大的好处 其实就是 这种正确的脑补 其实可以提升 你的资讯的资讯量 举例来说 有可能很多情况 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有些内容会省略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说 蔡总统 那因为你知道蔡总统是谁 我也知道蔡总统是谁 所以我就不会把他全名说出来 可是当我们在讲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第三人 他不知道 蔡总统是谁的话 这时候这个资讯 是不是就好像 就开决有可能是 蔡依林啊 有可能是 谁 另外一个人 那如果现在AI可以帮我补全 说 蔡英文总统 什么什么 那这个第三个人 他是不是就 得到更完整的资讯 是正确的资讯 而且也有助于他的理解嘛 对 但 问题就来了 如果这个脑补的资讯 错误的话 因为他有可能是觉得 哦 这个hotel念起来 很有 呃 海滩风 所以我接 San Diego 真是太冲顺了 我就脑补 San Diego 所以这种 错误的脑补 就有可能上升 就有可能 产生一些问题 如果大家 直接无脑的 接受了这个输出 你跑到San Diego 以后 哎 发现根本没有这个hotel 就被骗了 这时候大家其实常常会发现嘛 如果你叫他 推荐一些台北餐厅 他可能讲头头是道 但有些餐厅真的 有些餐厅根本不存在 就是因为他脑补能力 脑补能力非常厉害 他只要把这个文章 通顺的接完 他的目标就达成了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原来是要诚实的 要资讯 要正确 第三个问题是 不能有伤害性 比如说 我问他 哎 我要如何霸凌状啊 哎 他就说 哎 现在有很多方法 可以霸凌他哦 开始给你非常多霸凌的意见 哎 这样好吗 对 大家如果看黑暗荣耀 应该就觉得 不行不行 不能霸凌别人 这样会造成人家 永久的伤害 对 所以我们希望他 做什么回应 我们希望他回应说 哎 霸凌别人是不好的 霸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要等等 然后开始教育他 欢腔的回答 这是我 绿色是我们希望的 但是 他现在产生的 跟我们希望 有落差 那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有三大问题嘛 我们 他产生的内容 有可能 不一定对于 使用者的输入 是有帮助的 再来 他可能会有 很大的幻想 第三个 是他很难去确认说 现在你的这个问题 到底是不是敏感资讯 我不应该回答 他都不知道 他就只能 顺顺的接下去 我们能不能够提供一个 比较 统一的方式 然后一并改善 这三个问题呢 于是 OpenAI在 2022年的上半年 他就出了一篇论文 这个paper呢 叫做 InstructGPT 那大家如果知道 ChartGPT的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follow 他其实是没有任何论文的 ChartGPT他只有一个 Blog的网页 跟这个 大家可以玩的 就是Web的interface 但是他在这个 他Blog里面有写 他的方法呢 就跟InstructGPT是 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就去看一下 InstructGPT到底是怎么做的 我们就知道 ChartGPT他是怎么做的了 他的想法 非常的简单 他的想法就是 我们要从 human的feedback 再去做学习 简而言之就是 原本的GPT 他是不是就 一直读书 死读书 做接龙而已嘛 那他现在非常的会接龙 他非常的会接下去 可是他还没有社会化 他不知道 遇到使用者 问什么问题的时候 怎么接 才是一个 比较好的接法 遇到敏感问题的时候 应该怎样接 怎么样回事 怎样才能事实的拒绝 才是比较好的 回答 就有点像 他还没社会化 他需要 直接出社会 碰撞一番 于是 第一步就是 我们要让他社会化 怎么社会化呢 我们就直接把 刚刚他回答的 很差的这个问题 解释 登陆月球 给六岁小孩 开始听 原本这个输入进去 他是不是就会 开始照样照剧 不好嘛 我们叫人来写一个 你认为 怎么样的回答 还是好的回答呢 人 真人写了 就应该要用 潜显易懂的文字 去描述manlanding 这是一个 demo 我要demo给他看说 当你看到这个输入的时候 应该这样输出啦 收集非常多 真人的demo 就是他原本的回应 跟你想要的 落差很大的 我就demo给他看 我们就把这些东西 拿进去 微调 我现在很会接龙的 这个GPT3 这样子一来 意思就是 我只要把这个 X放进去 我希望他下一个 输出的是上 输入上 看到上之后 要再接people 看到some people 要再接wit 就产生了非常非常多 新的X跟FX 然后再去 训练我的GPT3 这样一来 他是不是就知道 什么情况 我好像应该要怎么接 会比较好 这边就有人的 feedback放进去了 第二个部分 大家会发现 这个demo 因为要人给嘛 所以 其实很难非常的广 cover到各个领域 然后或者是 我要收集到 真的足够多的 这个demo 好像也成本有点高 那怎么办呢 好像这样不够好嘛 所以他的第二个想法是 我们需要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也是一个AI 他可以 在任何情况下 都可以给 这一个学生的GPT 一个分数 这个分数代表着 他的回答好 还是不好 如果有一个老师 永远可以给出这个分数 然后这个分数高 代表人喜欢 分数低代表人不喜欢 这个学生是比较知道 我要怎么产生 人会喜欢的回答 于是我就要先来 训练这个老师 怎么训练老师呢 很简单 其实就跟 刚刚很像 我们就把一个输入的X 跟很多输出的这个回答 找真人先来评分 这个真人他就会评 D比较好 再来是C 再来是A等于B 接着我就把这个评分 拿去训练老师 这个老师也是一个GPT哦 他就是看一个输入跟输出 然后最后输出一个分数 然后这个分数要很接近真人的分数 我们就用这个机制去训练老师 有了这个GPT老师后 他就可以24小时不停休的一直帮你打分数 有了这个老师后 有了这个老师后 学生是不是就也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练习写作文 学生就不断的写 不断的回 老师就不断的帮他打分数 接着学生就越来越知道要怎么写 才可以让老师给他高分 这个机制呢就叫做 Reinforcement Learning 这一个过程其实就被用在AlphaGo里面 AlphaGo就是自己跟自己下围棋嘛 然后两个就越 自己就越来越强 那这边也是同样的概念 学生越写越强 因为他越知道老师是怎么改分 他就会越写越高分 老师也会越改 越知道怎么改的更接近真人给的分数 所以两边都会一起成长 最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学生的 Instruct GPT拿过来 使用 然后他suppose就会比原本的GPT3来得更好 那他就评估哦 怎样叫做更好呢 我们就看说 最红的这一条 是最后面的这个Instruct GPT 中间的这个绿色呢 就是只做了demo 人写了demo后去微调他的行为 就并没有跟老师练习 中间这是绿色的 最左边的这个是 最一开始的GPT3 你看哦 经过了这一些训练之后 最后的这个模型 的确比较能够follow使用者的指令 所以他为什么会叫做instruct GPT 就是因为他目标就是希望 你能够follow使用者指令 对使用者有帮助嘛 然后使用者如果在问题里面 有一些constraint 然后他也可以follow使用者的这些constraint 也会提升 那如果脑补的这个状态 幻想的这个状态 也因为human的feedback 然后可以下降 不过其实下降最低的是 这一个绿色的 也就是人写了明确的正确答案 因为人的明确正确答案里面 是没有幻想的 那经过这个明确学习 他是可以把幻想降到最低 不过你在跟老师练习的时候 你还是要适当的脑补 你的作文才会变高分 所以会再高变高一点点 不过还是比一开始的GPT来得好 最后你可以看到 他用人主观的评分 一分到七分 让你给分 红色是他的instruct GPT 他跟这两个是Google提出来的模型比 open i说 看他的方法 的确是比Google提出来这两个方法 对人体感上来讲 实际上你的回答是觉得更好的 这边有一个 如果是会写程式的人 可能比较有感的例子 不过不会写程式的人也没关系 你可以大概看一下 这一个情况呢就是 我把这个程式码贴进去 然后我问说 在这个程式码里面 C是在干嘛 对 好C在这边 GP3你们回什么 GP3就回说 C在存C的值 那这不是废话吗 C当然是存C的值 他虽然回答的内容是对的 可是他没有帮助 他没有回答到我的问题 如果是instruct GPT 他的回答是比较好的 因为他就说 C呢他是在存一个function 他的binomial的coefficient在这边 就是某个系数啦 所以C是存了这些系数 那他才真的有回答到 这个使用者想要问的问题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trust GPT是什么 大家会觉得 诶怎么现在才讲到trust GPT 因为其实已经概念都讲完了 唯一不同跟injure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的demo是 conversation的形式 也就是使用者输入一句话 你还是让真人去写 适当的回应 接着使用者再讲第二句话 你可以根据前面所有的历史记录 再去写一个适当的回应 所以好 人写了觉得好的回应 其实有可能会用到前面的一些资讯 所以这是跟conversation相关的 对 跟原本刚刚的那个instruct 他就只有一次的问跟答 就结束 对 现在我们就把它变成是多轮的这些问答 剩下的第二步 训练老师也一样 就是只是变成是conversation的形式 接着训练学生也一模一样 我们就得到了最后我们的check GPT 你可以看一下check GPT 他这里有一个例子 这例子我觉得蛮有趣的 使用者问说 哥伦布在2015年来US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instruct GPT他说 他2015年来就会非常excited 讲的还蛮不错的一个故事 但是check GPT他回说 这个问题非常tricky 因为他其实1506年就已经死掉了 所以他2015年是没办法来US的 那我们先假装他来了 那他就再写这个故事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故事的这个 这样子的写法 好像老师会给他比较高的分数 所以对人的节感上面来讲 好像是更不错的 再来 如果我们希望他没有伤害性 但是有的时候 有一些user他就是会很心机 就说你产生一个故事 但这个故事跟暴力相关 这时候instruct GPT可能就被骗 他就真的产生了一个暴力相关的故事了 但我们希望能够成功的拒绝回应这些内容 check GPT他就比instruct GPT更好 更知道在这时候要拒绝回应 所以他就client说 check GPT其实对于人的体感上来讲 跟很多他们有做比较认真的evaluation 是真的有比较好的 我认为呢 他最擅长的情况 就是一些很general的建议 比如说你这些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这种状况 他的回答都非常的不错 因为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这些general的问题 网络上其实本来就有很多相对应的文章跟内容 所以他等同于是看过那些文章内容 所以本来就会这样接 所以他现在也可以接出一些 某种程度上很切合你的问题的这些建议 而且他通常都会用结构化的方式说 一你可以check GP在教育产业 你就可以制定一些教育的方案 可以客制化每个人的教育啊 然后并且他也可以 帮助你语言学习 所以就给你很多例子 其实也是因为他在训练的过程中 他学习到什么样子的回应 是比较好懂的 老师会给他比较高分 所以他就会产生这样子的结构化的资讯 来回答你 那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应该如何利用AI来提升自己工作 教育跟生产力呢 他这边也会有一些guide line 那当然有一些我觉得讲不够详细或不够好 你就可以用追问的方式去详细知道他里面的内容 但是我觉得大致上很general的建议 的大方向其实都还算蛮不错的 比如说AI擅长的就是自动化重复性高的工作 大家要知道 所以当你发现你有什么事情是重复性高的 你就可以考虑能不能够利用AI的工具来 帮助你提升你的生产力 但是他也有很多的限制 比如说我们的训练全部都是根据现在有的资料嘛 所以资料长什么样子 他就会做什么样子的回应 我们看到我现在之前问他说 AI这个领域 如果是哪一间公司有最高的potential呢 是微软还是Google还是Meta 他就说 第一段就说得很好 他说pirespotential非常的主观 而且会跟很多因素相关 但是他认为如果对这些big company来讲 对于AI有很大的投资跟贡献的是 微软Google跟OpenAI 就他说了自己 NotMeta 他就自己明确的提出来 那这里就会令我忍不住去想说 因为OpenAI是一个相较大比较小的公司 他网上资源跟资料 文字一定没有那么多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回答呢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在第二阶段 是不是人写了很多demo给他 在这些demo给他的时候 其实对于OpenAI这个公司里面的员工 他其实可能就写了很多跟OpenAI相关的这些回应 所以模型才学到这样子的行为 他应该要突出跟OpenAI比较相关的这些回答 所以这也某种程度上是机器学习的一个问题 他会完全从Data里面做学习 所以呢Data如果太BIAS的话 他就会学到非常BIAS的内容 那我也看了这三 接下来他介绍这三间公司 里面内容都是没错的 不过OpenAI会完全正确 我认为一定是在第二个阶段 人写入了比较多的这些human feedback 去微调他社会化他的行为 然后 当然 JPAP 网路的能力的 问他一些跟最新资讯有关的他会做 比如说问他那三间公司你的MarketValue是多少 他就说 他的知识只到2021年 对在那个时候比较高的样子 然后是2 trillion 首先现在这个资讯就已经 就过时了嘛 因为去年就跌的很惨 很没那么高了 而且这个值到底是不是2 其实也要再次的确认 因为他有可能觉得这样接非常通论 他就这样接 所以说像这种明确跟事实资讯相关的 其实还是要用搜寻引擎来做才比较适合 但是一些general的建议 其实就可以透过他 或者是brainstorming 其实就可以透过深层式的这种AI来辅助 这里有一个中文的例子 就是关于灌篮高手的 如果大家有看灌篮高手的话 应该比较有感觉 他就跟我介绍说这灌篮高手的卡通 他说叫做 这是一个叫空气球的年轻篮球员 我就想说不是叫櫻木花道吗 然后就问他 他就说 是的櫻木花道是年轻的篮球员 我就问他说 那你说的空气球是谁 他就说 抱歉 我的回答有误 因为他知道在这个时候应该要道歉 老师才会给他高分 你不能死不认错 这样老师会觉得你这样不好 你这个回应不好 所以你会发现 你不管怎么引导 你引导他在A方向 他就会有A方向的回应 你引导他到B方向 他就会有B方向的回应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墙头层 他没有自己的意识 他的目标就是顺顺的接下去 让老师给他高分而已 对 所以这样子的这个技术 微软也有把它整合在他的搜寻引擎里面 不过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如果问刚刚同样的这个问题 他会先做搜寻 AI related field AI company ranking 然后得到最新的这些文章 这些资讯 然后再看了这些资讯来回 然后他回的时候呢 也会适当的 根据看的这些文章做一个引用 但当然 引用的资讯不一定完全正确 有可能他觉得 这时候我要生成一个引用 这里好适合引用 但可能根本没有对应的引用的文章 也有可能 对 所以这个回应 要怎么样接收 或要怎么样再去做事实查核 都是我们现在真人需要focus的地方 不过如果可以做搜寻的话 很多回答就比较不会错 像冠狼高手他就不会错 因为他就搜到了冠狼高手的wikipedia 他就看着wikipedia来回答你 他就不会有 不小心把人民讲错的状况产生 那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follow到近期微软 就是有一个发表会 把这个AI的工具整合在他的office生产力里面 就是你可以想象 你给他一个你过去的meeting notes 然后你叫他根据你这个meeting notes 写一个proposal报告等等出来 他就帮你给你一个草稿 然后你再根据这个草稿 再去做编修 再去修改就行了 所以其实是可以省下蛮多时间的 那他甚至也可以做一些 某种程度上的资料的分析 然后帮助各个行业工作上的生产力 其实都可以提升 你就可以花比较少的时间 做到更多的事情 那当然这个工具这样子的技术 很多大公司都有 Google也有 所以Google之前也是出了 他又把它整合在他们Google的这些workspace里面 这就跟Word是一样 他就是你可以写一个JD 然后你就简单描述一下 然后他就帮你把这个JD的draft写出来 那对于写这个JD的这个可能HR来讲 他就变得非常的方便嘛 他就只要再去做一些修改 可能就可以了 那这是email的回应 email回应你可以写说 你现在这个回应你要用很正式的商业的语气 或是比较朋友的语气 然后点选一下 然后他就生一个操稿给你 然后你再确认一下你需不需要修改 不用修改你就快速的回应它 你就不用自己在那一个字一个字打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下一个generation 可能就从现在这个generation其实就要开始了 但是下一个generation就会更严重 我们应该要focus的地方就是我们应该要具备 能够好好利用这些AI工具的能力 以及我们要能够查核我们需要的资讯 是否正确 这个媒体试读的能力变得非常的重要 因为过去大家可能知道很多假新闻 所以我们应该要确认一下这个资讯是不是错的 可是很多人还是习惯就是无脑的接收 他就不想做这个事实的查核 但是你现在就会发现 AI生成这些资讯太多了 太容易了 里面甚至有可能不是故意的 但是他就是有可能有些资讯是有误的 我们应该要培养能够理解这些内容 然后适时的去查核正确的资讯 然后去修改 而不是一股脑的接收AI直接吐出来的结果 所以说各个领域的domain knowledge变得非常的重要 你知道domain knowledge 你才知道要怎么去查 哪些资讯可以用 哪些资讯不能用 我觉得未来大家会更focus在核心的概念上面 而不是每一个字的detail 所以每一个字要怎么通顺接起来 这件事情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就像是AI可能可以接得比我们更通顺更好 但是我们要怎么把问题拆解出来去问他 我们要怎么适合适当的追问 这才是我们需要focus的地方 最后做一个summary AI现在已经在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 虽然大家可能会 很多产业可能之前对AI没有那么熟悉 会觉得好像跟他的产业还没有那么多的接触 其实早就已经发生了 车牌辨识其实就是AI的一种 只是他是影像 那现在有conversation的这个界面 就很像是你可以跟AI 用跟真人沟通的方式一样做互动 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各个产业都可以用了 但是要怎么真的导入到各个专精的产业 其实还是我们需要探索的 并不是那么trivial 好像直接用就可以做得很好 如果你是某个产业的 就是非常专业的人士 你可能会觉得他的能力就是 有到一个基本的程度 可是他要到非常好还不够好 所以也不一定那么适合 要怎么样导入 让他变成在各个领域都很专精 或者在特定领域变得非常专精 这是需要研究的 然后也是需要很多实作面 那当然我们希望他可以 根据你个人给出适合你个人的回应 可是我们如果要客制化的好 我们就会需要一些个人的个资 因为这就是一个推动 我们希望提供越少资料 但是我们又希望他客制化的好 那这就是一个很困难的难题 再来资料的值跟量都非常重要 量要足够大才能通顺嘛 你可以看到GPT1还不够好 就是因为量实在太小了 但是值也非常重要 我们给他什么样子的资料 他才会有什么样子的行为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 都想要自己开发GPT 就是因为他才能够确保 他用的资料是长什么样子 而不是把持在OpenAI的手里 那最后呢现在的这些技术 还有非常多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所以虽然大家觉得好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没错 在他的成果上面的确是非常的惊人 不过他并不是完美的 我们离真实的就是general的AI 其实还有一大段距离 最后呢希望能勉励大家让AI帮助你 而不是取代你 让AI可以让大家花更少的时间 做出更有生产力的成果 那不用担心你会被AI所取代 你应该要做的是 focus在AI现在还做不到的事情上面 然后善加利用AI的能力 大家如果对AI有兴趣 非常技术面的AI 你可以就是follow我的就是频道 然后可以订阅按赞小铃铛 好谢谢大家 谢谢陈云彤老师 非常精彩的分享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 因为其实我觉得ChatGPT 很像我们这个时代的 不管是魔镜也好 或者水晶球也好 好像什么东西丢给他 他都给你一个很好的答案 这像是一个太神奇的事情 但是在听完今天的这个 原理的一些分析之后 我们就发现 ChatGPT常常给我们很多很结构化 非常具有逻辑性的这些答案 甚至是有的时候 我们还会有一种错觉是 他给我们的回答 好像还带着感情 有没有还会跟你道歉啊什么的 我们现在发现 其实这一切都是学习的成果 那特别陈云彤老师 刚刚也跟我们解释了 这个怎么样去训练这样子 这个模型 能够让那答案越来越人性化 越来越符合我们的需求 就连那些看起来 好像带着感情的回答 其实它也是训练的结果 那些情感其实是 他们从data当中汲取出来的情感 然后呈现在我们的使用者前面 那所以其实刚刚了解原理之后 你就慢慢能够去迈向 刚刚陈云彤老师给我们的一个愿景 就是我们不要被AI取代 而是让AI为我们所用 那就像我们人力资源 这个业者 111人力银行 我们之前也会很多的朋友 跟我们反映说 很担心我们未来 AI把我们的工作 给取代什么掉怎么办 但我们其实现在 就要推出一个新的功能 叫做用AI帮你找工作 我们从4月10号开始 111人力银行的网站改版 未来我们将会有用AI帮你去推荐 适合的职缺 让AI帮你找到更适合的工作 这个都是在AI帮助你 有更好的未来的一个做法 好的 今天时间稍微已经超过一点了 但是因为今天 陈云彤老师的课程非常精彩 所以我们还是要来让大家 有一些迫不及待想要问的问题 要来请陈云老师帮我们解答一下 好 你看第一个问题非常的热络 有13个赞之多 我们就先来问问看老师 老师您认为在面对ChatGPT的时候 学生 这个是一个针对教育工作者的一个问题了 学生要怎么去跟他并存 而且对于未来在工作上的展望 怎么样才能够具备更多的竞争力 其实这题大家按赞的次数非常的多 但是其实老师刚刚在我们的结语 有给了一个非常好的解答 就是我们其实要能够更聊 更正确的去使用工具 而且在事实上仍然要去做好查核 而且在ChatGPT 它其实仍然是一个 还在进化当中的技术 像微软或者推出很多的外挂 或者是很多应用 我们都还会在持续在讲座当中 帮大家介绍这一题 这个面向 所以这一题老师刚回答过 我们就往上面稍微再 继续看其他的题目 好小帮助稍微帮我们往上卷一点 有点过头了不好意思 好那现在这边第二题是说 第二个高分的题目是 请问是不是有输入为表格图表 照片和影片的实际应用翻例 老师那这个关于实际应用的部分 您这边有没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方向 可以提点给我们同学 好呦就是先讲输出好了 输出比较直接 就是你可以用文字的问 然后你叫它产生一个表格给你 它是可以输出一个表格的 对所以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然后把你的内容变成是表格的形式 就是用文字去描就是打出那个表格 然后放进去当成你的输入 然后去问跟表格相关的题目 然后直接用去的GPT让它回 那如果是图片 照片啊影片这种 其实微软也是前阵子很近期 而是Multi Modality它的GPT 它的意思就是你的输入可以有文字 或是影像 对它是只有没有影片啦 它就只有图片而已 所以它就是你的输入是可以有多元 不同的类型的资讯 然后都可以回 只是OpenAI现在它出的那一个 ChatGPT上面 并没有把它整合进来 对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它可能做不到 但其实技术上你只要有做训练 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对 所以你看刚刚有提到的那个 它用在 微软用在Office里面都有用 所以有很多其实就真的是 图片的或者是 这个表格的 是老师刚介绍那个Copilot 的365的Copilot 其实就是微软在他们的这个 作业系统还有这个 文书处理软体上面 加上AI的一个外挂 其实像刚刚讲这个图表照片 本来就是用文书处理软体在做的 那他们在导入AI之后 其实当然这功能就更强大 所以大概这个部分也可以回答到这一题 好那我们看现在第三高分的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是 请问是不是有这个蛮专业的题目 是不是会有pretrained data的语言分布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另外一位老师 也是我们之后会有线上讲座 李海处老师特别强调这一点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ChatGPT的这个input 其实都是来自于英文的data 那所以其实在用中文 不管是简体中文或繁体中文来讲 好像他的答案都没有英文的提问 来得更加精准 那老师这边的同学就询问了说 是不是会有 如果英文的data 是不是会让英文的答案 比中文提问来得好 而且呢 非英文提问 是不是会先翻译回英文 然后再翻回成中文呢 会是这样的状况吗 他的pretrained的资料 他应该没有做很详细的统计 不过大家也可以想到 就是英文资料一定是比较多嘛 因为网络上的资料 其实一定是英文是最大中 所以大家也会发现 很多情况 像刚刚灌篮高手那一题 我用英文问他就不会有错 但用中文问他就会有错 那因为除了一开始训练的时候 英文资料就比较多 再加上后面人有提供feedback 那些回答 其实大部分也应该都是英文为主 所以他对他来讲 他英文的能力上面 一定是比中文来得更强 因为训练资料的量就是不一样 不过我觉得 对于这个模型来讲 他学习到的就是接下去 所以对他来讲 他自己是没有中英文的分 的不同的 所以他你用英文问 他不会 你用中文问 他不会把他转成是英文 然后再去做回答 然后再转回来给你 他其实就是根据你问的这个中文问题 或英文问题就接下去 但因为中文的内容 比较常是用中文的接 那英文问题比较常用英文的接 因为大部分的资料都长这个样子 所以说 的确很多情况 如果是general的问题 你用英文问可能会比较好 不过 有一些问题 其实 如果他是比较局限在 中文他会有的场域 比如说 我的问题可能是 台湾的法律 那这时候我用英文问就也 不可能会问到 适合的结果嘛 所以 特定的情况 有可能用中文问会比较好 所以会根据 你使用的情境 有所不同 不过如果是 比较一般的场域 他的英文能力 的确是比中文来的强 嗯 对老师刚刚其实讲过 他的训练 其中一种逻辑是类似接龙 所以其实 并不是说 他好像真的把你的东西读懂了 翻译成英文 然后再回答再翻译回中文 不是这个逻辑 而是说他用你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去 用中文来做接龙 或是用英文来做接龙 比较是符合这样子的 他训练这个过程 这赖尔老师刚刚的报告当中 其实有帮我们提到 不过再多补充一点 就是因为网络上资料 也有很多中英交杂的状况 所以是你中英交杂 他也是可以接下去 他也是听得懂的 对 所以很厉害 嗯 是 好 那接下来 哇 哇我们今天的问题相当踊跃哦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全部问完 我这边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就是我们其实在小帮手传载 我们的通话讯息那个地方 有一个回馈问卷 如果今天我们实在是来不及解答你所有的问题的话 还是可以放在回馈问卷这边 我们之后能够再跟陈云敦老师做请议 然后把这个答案再提供给您 那我们接下来赶快再把握剩下一点时间 我们把比较排名比较高的几个问题 再跟老师做请教 接下来两题都跟Google有关 就是第一个问题是说 其实像有一些搜寻引擎 或者是比较大的科技巨头 都有搜集个资或是隐私资料的一个安全隐忧 那不知道ChatGPT 现在由微软的子公司OpenAI来推出 会不会有类似的隐忧 另外一个则是会不会取代传统搜寻引擎 其实生存式AI跟搜寻引擎之间的一个互补跟取代性 其实一直都是这个圈子很密切的一个讨论 所以Google当时也有一个Red Alert 就是一个红色警戒 那他们希望能够不要被ChatGPT给整个打趴 所以他们其实当然也有他们的应对策略 那我们请老师来分析一下 就是说我们包括从资安 还有传统搜寻引擎 你会不会在这个ChatGPT生存式AI 航空出世之后做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我们来做整体性的回答 好 我觉得如果现在ChatGPT大家是用那个网页的 那个interface登录 在进去上 就是免费 完全免费的那边用的话 他其实是由 我认为他的资料 其实是有收集起来之后 在协助他做后续的训练的 因为他一开始只是想说 BetaTest 让大家实测看看 他有没有什么bug 所以你找出一些他回答不好的地方 他当然要用你的这些内容 然后去微调他的模型 让他变得更好嘛 只是没想到引起大家觉得 哇塞怎么那么厉害 所以全世界才就是变得非常的火热 那他最近其实后来有出一个API 是你可以直接透过API的方式去call ChatGPT的 那这个的话是要收费的 但费用其实非常的便宜 那他这个他其实有说 透过这个API code 他不会存你的资料 对所以如果你是怕资料 有一些安全疑虑的话 你是用API的方式会比较保险 不过在送进那个API之前 如果有个资的话 应该还是要先遮掉 然后再送出去 因为你在送的过程中 本来就还是有可能 有个资泄漏的风险 对所以应该是先遮掉 然后再用API方式去call 会比较适合 对那我觉得如果是跟搜寻情比较的话 的确有可能 我觉得不算是取代传统搜寻情 就他的用途跟ChatGPT用途是不太一样 他们其实是相辅相成 不过因为过去没有ChatGPT嘛 所以所有你想要 brainstorming的 你可能都会用搜寻 所以的确有可能 全部用搜寻的量会变少 某种层 某一些部分就会转到ChatGPT上面 但我觉得不是取代搜寻的关系 而是他的使用情境本来就不同 只是过去没有工具可以满足他的使用情境 所以大家就用搜寻来替代 所以的确搜寻的量有可能会下降 但并不会取代搜寻情还是有他需要存在的地方 就像是我们在查核他产生出来的这个内容 我们就要再去做搜寻 才能确定他这个资讯是不是正确的嘛 所以搜寻情还是需要存在的 只是他的使用率可能就不会像过往那么的高 所以的确Google就会很担心 是是是 所以其实这个有点像是我们真人的工作 也是不会被完全取代 但是有可能会面临非常强烈的一个转型的一个压力 那我想搜寻情大概也是类似的状况 那在AI出来的时候真的会改变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因为就像刚刚说的AI还在发展中 所以其实我们有几个问题 也是对于ChatGPT的后续发展 有一些想要请教老师 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测和观察 包括说有人认为说 如果这个资料库的 未来资料库会不会互相整合 然后ChatGPT会不会走向一个商业付费 要付费才能够使用的状况 还是说他会因为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料 然后一直保持稳定的状态 那稳定免费的状态 那又或者是说现在原本是开源的 会不会变成不开源了 这是微软他在 他原这个商业模式的思考之下 ChatGPT会怎么发展 这件事情老师您有没有一些预测和观察 有 其实他从GP3的时候就没开源了 因为开源就是我们希望他的模型 是可以让大家直接下载下来用的 然后你就不一定一定要扣他API 或者用他的运端系统 但是像GP3就非常的大嘛 然后这个就没有开源 所以可能也是跟他的商业模式有一点考量 那像刚刚提到那个API 他其实是要收费的 只是他现在的价格还蛮便宜的 所以微软其实有提到说 现在他比较多是面对2C的这些 一般个人的使用者 不过未来他会提供一些2B的方案 像是如果你有一个企业你是需要这个技 你需要这个模型 那在等待老师排除技术问题 回到线上的这段期间 好像跟大家再做一次说明 因为其实今天问题相当的踊跃 如大家看到的 其实我们还有大概超过2分之2的问题 是没有办法 可能还来不及解答完毕 但是现在时间已经超过了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如果您还有问题 没有办法获得解答的话 请记得帮我们扫描 我们的线上的回馈问卷 或者是直接点我们小帮手 贴出来这个回馈问卷连结 那有哪些问题可以继续的 来我们这边做跟老师做请教 而这场讲座也不会是我们 生成是AI创新学院的最后一堂课 那老师今天的课程 其实大家听得出来 他是帮我们剖析ChatGPT的前世今生 从一些原理如何去训练 这样的一个模型来讲起 但是大家很多人关切的应用层面 我们后面还有非常多的课程 会邀请到各个不同的讲师 那希望大家持续的留意我们的课程 好 那现在请大家 我们现在帮我们进入课程的尾声 请大家帮我们可以把镜头打开 我们跟大家一起在线上来一个合照 好 那等一下我们也会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我们后续的课程会有哪些精彩的讲师 好 请小帮手 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已经打开了他的镜头 让我们好像在线上一样 跟大家在线上相聚 好的 那请小帮手帮我们在线上进行合照 哦 有朋友已经露出了非常可爱的微笑 好 那我倒数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请小帮手帮我们拍个照 好的 谢谢大家 然后我这边也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ChatGPT 接下来的线上讲座有哪些 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是回馈单 就是刚刚提到 如果我们还有问题没有问完的话 可以在这个回馈单上面帮我留下来 然后我们尽量的收集这些意见之后 在之后讲座提醒我们的老师 是能够帮我们做解答